國土安全辦公室我們的陳主任答詢還有我們的國安局我們蔡局長 請陳主任蔡局長 先請陳主任回答 那個我想了解就是針對高鐵爆炸案發生之後 有沒有啟動就是反恐的機制 我們是跟這個國安跟警政單位保持密切聯繫 有沒有開過正式的會 我們是一個聯繫的方式來瞭解案情瞭解這個事實的狀況 你自從上任以來我請問你幾職等的官員 我們這個主任 我說你因為你當過陸委會文教處長在盟上會當過主秘你是幾職等 13職等檢任官 你就任多久了 去年1月1號開始 有沒有召開過國土安全會報 我們是正在調整這個架構 有沒有開過有你們行政院或國土辦所主持的協調會 有 幾次 這個我就不確定因為我們會針對 因為你不要騙我我比你還了解 國土安全的機制 我想我們蔡局長了解 這個機制的建立在2004年前後 國安會包括行政院整個建立你上任之後總統跟院長有沒有請你去跟他報告過有關國土辦相關的事 有跟院長報告 有跟院長報告 什麼樣的場合 專報 專報 什麼時候哪個院長 陳蔡前院長 發生這個之後 我們的江一華院長有沒有召見過你 我們有我們有立即寫了一份這個沒有召見過你 那麼我為什麼問這個就是說怎麼來判定這一個高鐵爆炸炸彈案 一定要先召開反恐的會議啊才能夠進行研判就是因為你失職 所以導致今天每個部會口徑不一 來我們請蔡局長講你本來有說這個你們國安局有表達嘛 可能涉及恐怖攻擊後來又改口嘛 警政署說這個由國土辦跟國安局來判定後來警政署啊表達的是重大刑案 我想在這裡釐清啦我不是說你啦 相關的這些警政你把他講清楚 這個變化 我要我給你報告不是 這個報告是那天我來這個記者問我 我說根據警政署他們發布的新聞稿 跟警政署上給我報告 兩個案件是同一個人所為 目前是刑事案件 是對不對 然後呢蔡華南委員在那邊問我說 這種在大眾在高鐵做破壞活動可能會造成大量賞黃 這算不算恐怖活動 我說這算恐怖活動的手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給你報告 因為這個案子一發生 第一個我們在第一個時間就掌握了嫌疑犯 第一個時間就掌握了 因此我們研判沒有擴散作用 沒有擴散作用 所以沒有擴散作用呢 我們就分別形容我們各自的體系 我是在第一時間 署長告訴我 我就給國安高層跟那個上面報告 因為我們認為第一個這兩個人我們就掌握了 第二個這個炸彈也沒有引爆也沒有傷亡 所以我們第一個時間就認為 在這一次的風險 就是說這一次的行為 基本上它已經沒有造成後續必須要應用大量的行政資源 去復原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們沒有 但是我們現在我給你報告 這個事件給我們必須要去檢討的空間很多 事實上我們現在也在做 比如講我們像我們 我們一兩個月就會有一個台灣地區安全情報協調匯報 我們這一次可能就把這個案子要列為檢討 我剛才報告過 以前這個法您很清楚 這個法您有多大的功勞我很了解 因為當時大概都是在您的這個協調下來 來建立的這個制度 因為我也是參與者 我知道我們現在就是說 以前我們的假想對象是境外 但是現在忽然發現台灣本土型的 所以耳後我們的重點可能要花一部分在境內 好非常謝謝局長的說明 我要讓陳主任了解 現在整個國土辦的機功能是退化 是已經退化到原來在陳以前了 國安會搞國安會的 行政院搞行政院的 你上任之後 尤其在這個事情我要跟你講 標準作業程序是什麼 要先召開 這個有關於來相關的國土安全的一個會議 也就是要啟動反恐的機制 經過會議來研判 是不是排除恐怖攻擊啊 才能夠正式列為重大刑案 不然怎麼會有局長來決定 不行嘛對不對 局長你是做情報收集的 這個判定本身是必須在情報的充分之下 很多部會在你們這個幕僚單位的作業之下 最後按照我們國防部所提供的這個表的流程來進行 我請問陳主任 你竟然可以麻痺到發生這麼多事情到現在為止你都還不會call一個meeting 然後你跟我講說你是跟陳沖院長有做過專案的報告 那跟我們高鐵造單案有什麼關係 你是嚴重失職啊你應該下台 報告委員我們這個案子因為經過這個情報的一些研判 我們認為說 誰來研判你沒有開會沒有跨單位的一個分析最後判定 這個是變成無人在做最後的決定欸 變成下面的執行單位在決定上面 整個包括幕僚的跟決策的機制欸 你你了不了解標準作業程序啊 我了解 那你為什麼沒有啟動這個整個作業程序呢 我們必須要等到情報的人 已經幾天啦 我覺得這個委員會應該通過嚴重的譴責啊 對於這樣的一個完全失職的國主辦的主任 還在這邊繼續擋在那邊 我們的機制建立要有人為 我告訴你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現在是事故已沒有啦 不重視不授權不整合不協調 長官不重視不授權 我們所有的部會單位不整合不協調 最關鍵的是沒有情報 情報歸於情報單位 沒有經過統合嘛 情報沒有經過統合怎麼研判 這奧委員我要您這樣子描繪齁 我是不怎麼樣同意的 我給你報告 基本上這個事件發生 我不是講你啦 我是講國土辦 我知道 這個環境資料的經濟 現在是癱瘓了根本就沒有作用 不是啊 你們的情報當然會做情報啊 每一個執行單位都有它的功能 我都了解 你要怎麼補充說明簡單 黃委員我給你報告 因為這個案件一開始我們就界定 第一個 它這兩個人的罪犯 我們已經來到了 已經知道了 在第一個時間 大概沒幾個小時我們就知道了 第二個它沒有造成一些 後面的重大事件要去處理 所以我們當時就把它定位說 我們現在沒有必要去啟動這麼大的機制 但是我現在給委員報 你啟動這樣大的機制 不代表我們不需要檢討 對 那我們現在的檢討要放在後面 不是 前面因為沒有 那是因為我們運氣好 不是 有可能不是單一事件 事後當然這樣發現 我們必須做一些想定嘛 對對 這個情況 它跑到中國去 這件事情我們就必須預想 是不是有黑幫 是不是有國際性的接應 等等嘛 這都是我們標準裡面要處理的 我們不能夠啊 這個好像這個拼天才 大家來拼運氣 沒有啦 委員 結果來講是這個機性的這些 這個恐怖活動喔 事實上 憑良心講 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未來之後讓這種 臨機性的 第一個不要發生 第二個發生以後 我們可以即刻的破壞 那些有心去造亂的人 心存恐懼 不敢為 我知道啦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做這些機制啦 但是你前面那個 我給你報告 因為我們一開始 就已經 因為很快的破壞了 我們也找到對象了 也清理了 大家都認為 這個案子 大概可以很簡單的 來做一個界定 對 這個事情是因為國安局 因為在國際情報合作 還有你們相關的情報整合上面 發揮的一些機能 我要講的是陳主任 你在回答我 真的你都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在上任之後啊 你現在只是在那邊要預算要人 其實最重要的不是人跟錢啊 最重要是整合協調的機制啊 以及長官的重視 授權 然後就會自然有跨部會啊 的協調 還有整合 你 我要說從任用你 到你基本上沒有去 提供有關於相關的會議 我問你你平常開會接觸的層級到哪裡 正式的會議喔 你不要跟我講私下的聯繫啊 你跟警政署 你跟海巡署 你跟調查局 你跟局長 跟署長能夠直接聯絡嗎 你們有正式坐下來 開會嗎 你把這個位置坐小了你知道嗎 我們我們的會議參與的大概都是副署長 我問你嘛 你上任之後開過幾次國主安全會報嘛 國主安全會報 你贏嘛 但是我們有 一個上任之後的主委可以開零次的國主安全會報 我們是針對各個議題開分別不同的會議 你已經把一個反恐的機制變成一個常態性政府裡面官僚組織 那多設你幹什麼 我們每一個單位都很強啊 那個是一種而已 我問你啦 其他的會議在召開 我問你一個人 江議員長到目前 有沒有針對這個事情召開過會議 你們做幕僚單位有沒有嘛 沒有嘛 因為他們已經確定了 是 所以就沒有再召開會議 我說你們真的是 你們完全違反我們對於反恐跟國安機制 去做最壞劇本的想定 你們老是認為說 現在這個嫌犯抓到的就沒事 這個有時候一連串的事情爆炸也不是一次啊 所以不能夠因為我們幸運了 就剛剛局長講的 我們真的這一次事情 我們平常有沒有演練 我們平常的整個會議 還有相關的這些情報的交換 我說實在啦我不是沒有了解嘛 我在今天質詢之前我也去了解過 你們現在那個辦公室啊 幾乎是等於啊 坑坑的 問題也不在你啦 我認為你應該離職啦 因為你的背景不足以擔任這個職位 但是啊 錯不完全在你 錯在我們的總統跟院長不重視反恐機制 反恐不是說只為了反恐 它是國土安全整個 整合協調的一個機制 好不容易有一個案例發生啊 正是我們進行體檢的時候 所以你不足以升任這個職位 你的什麼背景跟反恐有關 跟國土安全有關 我想我們辦公室的工作 你啦我說你啦 馬總統或者是說一個行政院長 派你沒有辦法服眾啊 再做文武百官啊 個個都能勇善戰 在第一線上都是能打仗的 你作為一個反反辦公室的主任 你沒有得到上面的一個授權 你也不敢 嘩強勢去做溝通協調 當然就沒有作用 我最後再問喔 國安局長一句話 你裡面提到一個喔 有關於本土型的喔 這樣的一個極端激進人士啊 有一千多人喔 不是不是不是 我報告我是說有委安顧慮的有一千多人 我不是講那一個 我是講說我們以後要注意這種 本土型的激進分子 這個分子跟我講的 一千多人是沒可以舉例什麼樣的樣態 比如說 別人講我給你講 比如說有重大暴力傾向的 別人我剛才講 像這次恐嚇 李清華跟恐嚇那個 這個人原來就是我們內政的對象 好我問你喔 那留學歌王獻集算不算這個 有沒有在這裡面 我沒有辦法對每個個案都給你答覆 但是我是倒極 只要你有暴力傾向 喔 我們現在鼓勵 我們鼓勵 用理性的方式來表達訴求 我們不鼓勵用非理性的 那只要你是非理性的 我們都必須要把你列為助政 所以你說王獻集先生跟蔡丁貴先生 應該是符合你這個定義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一個一個去比對 但是我們的原則就很清楚 只要有偉安復利的 我們都要列為助政的對象 好 我希望我們不要把我們邱毅營那個委員 隨便的列進去 如果你應該少一個字 我知道以前邱毅前委員 曾經因為攻擊 好像那個中選會啦 還有相關的那個官署 所以我想你要請了解 我們那個一些委員去到法務部的過程 跟他的一個 不會的 謝謝 謝謝我們的發言時間 尋找時間到了 謝謝